YO! What's up?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Rider ATH 我是Jasmine 几十遍你的频道了 你的 我的频道 欢迎回来Rider ATH 她是Jasmine 我是阿豪 ATH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美的地方 这个旧马场 来拍一下这辆新款 大改款 第十二代 COROLA 还有Artist吗? 还有 在它的Brosher好像没有Artist这个字了 我们先从外面来讲 这辆车的外观吸引你吗? 超吸引的 不要是因为你是卖Toyota 没有 刚才我再来你都被吸引了 这个又是真的 这辆车的外观 第十二代大改款过后 我觉得它真的很美 车头也比较有侵略性 很凶 它又不会像Camry这样夸张 是我觉得 现在马来西亚买得到的Toyota的新车 Sedan车款 好像Vios 这个COROLA 还有Camry里面 最美的一辆 它的后面我觉得很有Lexus的感觉 也像那个现在新款的Camry 它设计比较偏向那一个UROC 比较有欧系的一些风格在里面 这一次的这一辆COROLA Artist 是只有一种引擎规格 在马来西亚就只是1.8DUAL VVTi自然进气 直列四缸引擎 可是这一次就比较可惜啦 它没有引进这个1.8DUAL VVTi 也没有引进2.0DUAL VVTi 只有一款引擎规格 跟它的同级对手比起来 它的同级对手就比较丰富一点啦 有1.8DUAL VVTi 有1.5DUAL VVTi 有2.0DUAL VVTi Sky Active 就是如果你想要买一辆不用烦的车 听到这个引擎规格 1.8DUAL VVTi 你就是很有信心了 对 这个车的外观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我觉得很好看 女生觉得COROLA Artists这辆车 怎么样在你们眼里 我觉得很好 因为上一款Artist 我可能在路上看到 我还以为它是Vios 它的那个设计感觉来来去去就是一样 它可能就是比较大辆而已 这个看到会有以为像Camry吗 有 有哦 它是设计比较简单的Camry Camry的车头那个Bumper有点夸张啦 如果给女孩子选 我觉得会选COROLA 给我选 我也是会选COROLA 这辆车的Interior 它的Dashboard是用了很大面积的 这个Soft Touch的材料 然后它的Steering是有包皮的 当然它卖到十多万 一定要包 一定要包啦 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吗 像我的那辆Nissan High Lug 这样十多万 然后又没有给包皮 就不爽 这个就比较摸起来 比较舒服 比较爽 然后Steering上面还有这个Pattern Shift 很简单的Dashboard Design 好像Mazda 3那个Civic 还有这一辆比起来 这一个是最简单的设计 就是耐看哦 它耐看然后看起来又比较Solid 偶尔啦 会比较有偏向可能30多 40多岁的人来买 他们就可能不想去学习太多的东西 所以很简单 我不要按这个我不要按那个 就是比较简单的设计 它的整个Dashboard这样去到晚哦 真的没有几粒东西按 对 Civic就很多 就是上车可以冷气就对了 最明显让它扣分的叻 就是这一个Display 升级前的COROLA ARTIS 它的这个Double-Dint Display 真的有够阳纯 应该这样讲 就很待告这样立起来 10个人坐进来哦 应该10个人都在买 然后它的screen又特别的小 明明是悬浮式设计嘛 可是这个 这个东西后面啊 还有一个那种 90年代的电视机的后面那一个 那里箱子 所以我觉得把整粒Dashboard毁掉的 就是这个 对 真的no good哦 很难看 然后有一点 还太小了啦 有一点像那个什么 什么 神主牌 哈哈哈 不用紧已经换了 对 现在新的呢 升级版已经把这个东西换掉了 UMW一定是听到很多人 一直骂他这个东西 他连在睡觉可能有感觉到有人在骂他 对 所以没便利啦 还是把它换掉 这个升级款过后呢 就不是这样的东西了 嗯 其实这个升级款之前的这个Double Din 他也是不错一下啦 他有这个360的全景啊 有 然后有这个Reverse Camera 其实他这个是跟那个Vios 1一样 你看尺寸是一样 啊不要再吐槽他了 再吐槽了 不要看了 他的这个meter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设计 左边是RPM 中间是时速表 右边有这个水温表 有水温表啊 还有油量表 而且我喜欢的这种油量表啦 是走指针的 我不喜欢那个 那个一格一格的 我不喜欢那一种 这个中间的时速表呢 是LCD屏幕来的 它很像那种以前的 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LCD屏幕 嗯 那一看那一看 那一看又精致 OK 所以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哦 好像Civic就是百一百二 一百二十千左右 对 然后Mazda 3就16万了 就很贵 这一辆呢 现在是有了这个想有这个 短暂的这个经济真心计划 对 刚刚跌下来真的是买这辆车的好司机 之前还没有扣除一半的这个SSD的价格啦 是一百三十 九 一三九八八八 所以现在这辆车是卖多少钱 现在是掉一个五千三百块 所以大概是一百三十四千左右 一百三十四千是这一个spec啊 就是目前的fullspec 对对对 这样如果找你买的话可以再低一点吗 嗯 低一点 一百三十四千 还可以再低一点吗 再低一点 一百三十四千 好像还是不够低咧 再低一点可以吗 再低一点我就要去车底了啦 OK我们边走边聊啦 一起看一下这辆车还有什么特点啊 这辆车呢 它的这个前座的这个乘坐体验啊 我是觉得很不错一下 它的椅子的包覆性啊 都很OK 椅垫长度叻是18寸的椅垫长度 其实是18寸多一点点啊 然后它的这个椅垫的发泡棉叻 是比较软一点点的 假如你家里有Toyota的话 好像Vios啊什么 你坐它的椅垫哦 这个Artist 它的这个椅垫的这个柔软度啊 还是一贯的Toyota作风啊 是比较舒服乱乱的 对 然后后座叻 它的后座椅垫长度跟前面的是差不多一样长 都是18寸左右 可是比较可惜的叻就是它这个后座的椅垫 还有椅背倾斜角度啊 有一点点 不够鞋 记得我上一次在拍第11代Corolla Artist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后座椅背啊 是可以做两段式倾倒的 嗯 所以它的成绩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 可是这一辆第12代Corolla Artist叻 就只是98.5度罢了 甚至还比大家都觉得很窄很小的MASTA 3还来得直耶 这个就有点奇怪啦 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最新的这个底盘啊 所以没有办法它就是要这样 后面呢也是有这个冷气出风口啦 是在中间 这个又有的吐槽了 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啊 连一个USB的洞都没有 这样我要讲岔 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吗 OK 现在要出这个Basegudang Highway啊 其实我还蛮喜欢出这个Basegudang Highway试车的 因为这条路就是我每天在走 所以我每天用我自己的车走到是什么样的体验啦 然后在驾这些其他的车的时候 就会比较明显感觉到它的差别 这条路很烂一下的 所以就可以试到这辆车的隔音啊 路灶的表现啊 还有这个DDDD是这个 我如果cross那个线啊 然后没有打Signal它就会BBB啦 试下它的加速 1800cc Dual VVTi NA 然后搭配的是CVT变速箱 130多匹马力啊 忘记130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UMW不要把Hybrid版本带进来叻 因为其实我还蛮期待 有机会试驾到Toyota的Hybrid车款啦 没有就一辆Camry Hybrid 它给我的评价啦 它讲那辆车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有一个很好料的东西哦 就是 你看我好像假假要去 故意要去经过那个线那边哦 它会把我拉回来 而且它不会帮你太大力拉回来 它就是辅助一下 好像你驾车载你妈妈 还是载你爸爸 然后你 你偏了一点点那个路线 然后你爸爸偏拉回来 它帮你服务一下那个steering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你有感觉不会到很 好像很大力拉你这样子 对它就是好像轻轻帮你 它帮你拉回那个线的中间吧 对对对对 那个辅助系统啊 我是第一次在日系车上面体验到的 对在toyota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corro 这辆车其实它的这些主被动安全配备啊 它的这些安全辅助系统啊 都是很够的 好像这个side mirror这边又有这个盲点侦测的指示灯 所以在toyota是比较普遍啊 Vios都有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自动跟车系统啊 还有那个刚刚我讲的 你在跨过一些线的时候 差不多要月线的时候 它会帮你辅助拉回来的那个 这个我真的是有surprise到 我没有想到这辆车有这个会帮你拉回来的那个系统 这一次的这个全新底盘啊 对 什么底盘 TGIF TNGA 烤我 这个TNGA的底盘来介绍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这TNGA的底盘呢 它是比较有那一个重心 比较低重心 比较低重心 老实讲我这样子驾 我也不是有去转一些很极限的弯啦 我是觉得这辆车的这个低重心 在普通这样子驾驶是不明显啦 所以如果有机会驾这辆车上云顶啊 还是什么的话 应该就会感觉到比较 比较有那个低重心的感觉啦 嗯对 100到0开始了啊 哇很厉害 怎么这样快到100的 100 超稳的 是稳的咧 因为我本来以为还会再拖更远一点才停下来 跟Yaris感觉就还有拉一个转 对Yaris比较远 你记得那时候你Yaris的表情吗 100 可是你这次很镇定耶 你是已经习惯了咧 还是因为它真的是稳 真的是稳 所以不是我的错觉啦 对 那个感觉有一点奇妙啊 对 如果你们有这个车的车主的话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 OK 我想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拍 我之前是一辆很贵的车啊 在这条路 撞了一个洞 很大声 OK 我要去撞那个洞 好像知道哪一步 OK 我现在要去撞那个洞 你们可能会在画面里面 听到一些怪怪的声音 其实是我后面的back 它滚来滚去 有了我了我了我了 不是因为这辆车有噪音的 这辆车它真的很安静 没有什么声音 那个洞要到了 就是这个这个洞 这个洞 没有声音 Good Job 我果然上一次没有讲错 因为我上一次讲 我驾其他的车 在过那个洞的时候 不会那个 咔 这样大声 OK 这个有惊喜到 有惊喜到 它的handling 100到0的表现 我都很满意 嗯 买 买 买啦 我没有钱啦 买啦 给银行钱啦 跟银行借钱 买我喜欢的车 载你喜欢的女人 对咯 不然等下我的钱放在银行 然后别人去跟银行借了 载你喜欢的女人 赞搞啊 好彩我还没有女朋友 OK 是时候来做结尾了 你还记得我的结尾怎样做吧 你讲 OK 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要买车的话 也可以找他 我会把他的 联络方式 放在影片下面 Description那边 买Toyota的任何一款车 都可以找他 除了Toyota 如果你们要找什么车的话 其实也可以找Jasmine啦 如果他有人认识 卖什么车 有好康的话 也可以跟你讲 要怎样去联络啦 OK so 今天这一集影片 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Jasmine的Facebook page 也是可以给他一个like 然后去follow他啦 大大力度下去 对 so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下一集还想看什么车 还有什么车 Ruffo会有吗 我安排一下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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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